吸气 呼气 疼吗 不疼 吸气 呼气 这儿疼吗 好像也不疼 哪儿都不疼还让人家摸什么劲啊 蓝柔 你说啥呢 女人一进医务室 就看到自己的丈夫 被医务室的桥带红摸来摸去了 她直接出身 阴阳怪气地制止了两人 而丈夫见她来了 便能温神式地立刻起身离开了 我说什么来着 我们家永山一到你面前 这人都变得娇贵了 她从来不跟我说她哪儿难受 好蓝柔一直怀疑自己的丈夫老马 跟隔壁家的乔大夫有点神 不过她也抓不住什么把柄和证据 所以只能借阴阳怪气的情绪 抒发自己的不满 而随着两家邻居的关系越来越好 好蓝柔也不再介意这件事 她本来也是个热心肠的人 看乔大夫孤儿寡母的 所以她经常会帮衬着他们母女俩 大妹子 这有病人呢 大妹子 新年大嫂出门 我借了个鸡毛胆子 好蓝柔热心地想帮乔大夫打扫屋子 乔大夫推脱不了 只能把钥匙给她 让她去自己家打扫去 好蓝柔接到钥匙 就像窜下跳的 在齐家里里歪歪地扫了个底条天 但她动作太大 碰掉了柜子上的一个盒子 好奇心驱使好蓝柔打开了那个盒子 逃出了里面的一个信封 好蓝柔一看是乔大夫 和自己家老马的照片 她一下就慌了 然后她看周围没人 就打开了信封里的信 看了起来 小赵 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 我此刻的心情 经过再三的课 我正宗向你提出结婚的要求 你放心 我会尽快和家乡的未婚妻取消婚宴 好蓝容金柱了 难怪当初老马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 曾经退过一次婚 原来是因为这个乔小赵 她想起当初 自己忙前忙后的 为老马照顾他们的一大家子亲戚 才最终感动了马永山 娶了自己 现在看来 感情她好蓝容照顾她家人的时候 马永山在跟乔小赵热乎了 好蓝容越想越咽不下这口气 她起的冲出去 先找了马永山 大骂一顿 又找了乔小赵 当中大闹了她的衣物是 我说这二十年 你为什么一直不结婚 给你介绍多少刻 你都看不上 你还从北京大老远的父亲 跑到这个小地方 原来这儿还真藏着你的老乡好啊 好蓝容一顿痛骂 谁的解释也不听 就气愤的回家去了 然后她一进门就跟女儿马华莎诉苦 把那封信掏出来给她看 马华莎不明所以 但是光听马母丹方面的通知 她就被洗脑了 觉得自己的父亲真的做了什么 对不起全家的事 接着马母还说 你那个好朋友齐乔 说不定就是你同父一母的姐姐 就把马华莎说得出了一声冷汗 她实在听不下去了 起身就要出门 但却刚好碰到从宿舍搬回家的齐乔 齐乔抱着自己的铺盖 说自己待会洗个脸咱们就走 上哪啊 不是陈大明给我过生日吗 走吧 怎么了 马华莎虽然帮着齐乔搬的行李 但是脸色很不好看 等帮齐乔搬完了东西 马华莎说晚上她就不去陈大明那里了 你们自己庆祝吧 齐乔很差异 问她为什么不去帮自己庆祝生日 啊 你也太没良心了吧 你忘了你过生日的时候 我送你什么礼物了 齐乔以为马华莎在开玩笑 结果看她臭着隔年 才问她到底发生什么了 马华莎说自己心情特别不好 不想去就是不想去 你要是想知道为什么的话 你就去问你妈吧 说完马华莎牛齐乔一个人就走了 齐乔找不到齐母 她只能去马华莎家里问个清楚 谁知她站在门外 正好听到马华莎的爸妈在吵架 你竟然娶了我 你干嘛还交踩两只船 在中间怎么来回晃呀 乔小赵为什么一直不结婚 他不就是等着你呢吗 盲目的大嗓门让齐乔听得个差不多 她愣在原地 愣得好一会 直到马华莎出来 你都听见了吧 你妈是个狐狸精 一直在勾引我爸 我一直在发挥的 我一直在去 那么你